台湾的政治 已经接近崩溃 倒不是因为柯文哲这个案件 而是累积一直以来 台湾的选举制度 加上台湾的政治 以及政治文化 和媒体生态 使它变成一个共生 甚至共犯的一个生态结构 造成整个台湾 在政治层面 在选举层面 不断的堕落 不断的恶化 过去你信任的一些个人 我们年轻人 希望能够相信的柯文哲 柯P 现在所呈现的 许许多多的案件 从他的选举假账风波 到商办问题 到他现在被住处搜索 也就是金华城 后面还有 这只是三大案之一 这个政治制度 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一个 其实有身份有地位 也有财务自由的 第一学府 医学院急诊科主任 进入到政治 得到了支持之后 结果发现到 他跟所有台湾政治任务 一模一样 拿钱 贪污 歪割 然后呢 遮掩 现在这个情况变得就是 柯文哲 在他的整个暴障过程当中 我觉得不能再用 我一时不察 我个性如此 我太相信人 这种来呼隆过去 你已经从政十年 其实不要说政治 选举 任何人在做任何工作 钱财的问题 责任的问题 跟法律的关系 不都是重中之重吗 我以前在大学教书 申请国科会的计划 那个暴障 很复杂困难 我从来不碰钱 因为我当知道 签字不能乱签 钱不能够乱报 一定要积合再积合 否则你会出事情 结果果然 十年来的从政的 就是经验 他最后还是以 他自己用人不明 形式风格 这个我想小草 都已经不接受了 你怎么会不知道 木可跟你的关系 以及所有这些 太混乱的这个情况 商办 哪有拿了七千三百万 里面三分之二是自己的 然后能买的房子 四千三百万 然后说是说 要给民众党使用 这个 这个其实有点灰色地带 他不断说 民进党这么做 所以我也这么做 那如果台湾 那如果台湾 的政治人物都是 别人这么做 为什么我不可以 是不是 老早已经过了 那个时代了 别人这么做 为什么我不可以 现在的这个社会文化 以及大家对政治人物期待 特别对柯文哲的期待 来自于小草 你就是不可以 你不能够装无辜 你不能够装 就是我自己 处事经验不丰富 你做过市长 你做过党主席 那至于说 这个金华城 那更严重 本来2011年的时候 还是希望把340%的容积率 提升到560% 结果呢 现在是多少 从560%提到840% 这个不可思议 这有没有对价关系 所有收惠者 这个提供惠略的人 都被关起来了 陈庆金 应小微 都被羁押了 我觉得柯文哲 不可能逃过 金华城这个案子 因为 没有任何理由 他也到现在没有说明 比如说 我觉得这个有助于 北市的 这个 都市发展 或者是 有助于 住户 建筑 房屋的增加 这任何理由都解释不清 那个地方 那个地点 既不符合都根 也不符合围老 结果他打掉 之后 还来申请 容积率 扩增 这怎么说都不合理 结果拿到了 不可思议的 这个比例 而应小微 据说 检察官 检调说 他拿了四千万 所有政治人员通来都说 我一切都是为民服务 太多了 这不只是科批 所以整体这个现象是什么呢 整体这个现象 台湾的整个选举制度 政治文化 媒体 生态 这三个层面 真的要做大幅的改革 你会说 你在那边喊有什么用 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如果还没有人出来喊 还没有人出来 质疑的话 那我们台湾就 真的是被这些政治人员 跟现在的选举 媒体 完全带到死了 对不对 而这么好的宝岛 这么我所爱的台湾 善良的台湾人 真的 取得了今天的各项的作为跟成就 被全世界 所支持 所喜爱 是不是 为什么一碰到政治 就会完全的扭曲 因为我觉得 现在这个选举制度 政治文化跟媒体生态 是把人的恶的那个本面 最极致的 给强化出来 放大出来 所以一定要调整 或开始要去调整 改革 如果还没有人提出这个观点 那你这些政党还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你会说政党 跟这些政治人物 本来就是 就是共犯体系 真的是 所以要不然就民间 要有这样的力量出来 可是 很不幸的是 当这个政治又跟两岸关系 跟统独议题去做扭曲 甚至现在附和到 依附到中美的竞争 冲突对抗的时候 现有的 选举制度 政治文化跟媒体生态 就在更加的恶化 更加的去 赚他眼前想赚的钱 郑文灿 柯文哲 这都是我们眼前所看到的 民进党的明星 第三势力的代言人 国民党也不要 在那边 这个欣喜 国民党过去 相关的这些个案 难道还少吗 第一个 我觉得 我们的总统选举制度 一定要有所改革 至少要变成 两阶段选举 这个以前讨论过很多 他面临到的是比较大的 就是稳定性 政治的稳定性跟代表性 作为从政治系的学生 到政治系的老师 我也教过政治学国际关系 比较政治各国政府 我们都看过各国的情况 现在也不断地看国际各国的政治 所以像台湾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一次投票 然后呢少数决定 的这种选举制度 在总统大选 已经是很少见 所以一定要改为两阶段 那第二个呢 我觉得在 就是 所谓的选举补助款 不要了啦 他的募款都远超过 他的选举补助款了 他的募款都远超过他 所花的钱了 而这还是从表面上 我们看到 他跟监察院抱的钱了 所以你何必要给 这个政党补助款 可能是民众党拿了7300万 以前还是给个人 李登辉之后就改为给政党 但政党就跟个人协议 那这个人说我自己的选举补助给我 为什么你政党全拿走 所以个人要拿走 很多人去做基金会 那只不过是个白手套 政党补助款要取消 那我觉得 整个现在就是选举的过程当中 其实应该学习欧洲 要用免费选举的这种方式 或者由政府来提供 大幅度的这个选举经费的需求 但是同时也限制选举的项目 就选举的开销 不管是媒体广告这些东西 那你会说 那现在这样子的商业活动会减少啊 大家没有钱 我跟你讲 现在搞的就是没有钱就选不上 而且要花大钱 如果不是自己的家族 或自己有钱出来选 太多这样子的政治人物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你要跟金权团体去挂钩 去募款 我知道 选举怎么赚钱 第一个 我们只有规定说个人是十万 公司行号 是一百万 但太多人给你不要单据 我参加过初选 我碰到这种情况 我都马上要开单据 因为我知道我的初选 是一个常识 因为太多人告诉我 台湾政治不是这样子搞的啦 政治不是这样子搞的啦 我要反告诉他 政治不可以这样子搞 因为我自己经历过了 选举就是去募款跟金财团挂钩 那当然你选上之后 一切就是为财团服务嘛 然后呢 募来的款了之后呢 警察院所要的这些发票 那只要开了出来就可以报 表面上看起来OK 有人可以开一个广告公司一千万 那也就是就开出来了 那广告公司开了一千万 我不知道 他的税是多少 他是真的用了一千万 还是说 是怎么样一个 彼此拆分的这种状态 然后呢选举补助款 那上来之后呢 他当然就不断的帮财团利益 再去做游说 公共政策已经消失了 在台湾的政治 公共政策消失了 也不在乎了 现在这个交通部长 完全的政治的运用 他还不能讲仇用了 我都不知道他仇用他什么东西 他做过什么伟大的事情 没有交通运输 任何相关的这些学历 经历经验 没有 他就是一个政治 跟着赖清德 然后做他的跟班 做他幕僚的政治人 做到交通部长 是不是 你想想看 林佳龙做交通部长的时候 人家还做过台中市长 那是可以理解 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改法 你101董事长 我也不理解 我不要讲人民 那不是 让人家会质疑 是为了做公关 还是说是背后有什么样 的家族跟政党 之间的关联呢 我只能讲到这边 台湾也多了 各位 台湾的 选举制度 政治 文化 媒体 生态 现在已经严重恶劣到 我们几乎是在往墙撞 而这样子一个 优质的台湾社会 台湾人民 被这些政治人物 我真的跟你讲 我不是只有在跟 很多朋友一样 看报纸旁边看 我是都认识这些人 我是都知道他们 话不能说的太激烈 可是呢 真的很多人在抗拒 我相信真的很多人在自我要求 也真的很多人 也很自派 正派 可是呢 这个三个 选举制度 政治文化 媒体 生态 整个把人性的恶 扩大 卷进去 而他的斗争 背后所代表的 就是更大的利益 更大的权力 更大的金钱诱惑 而他可以透过 所有的媒体掌控 宣传 来去把自己标榜 然后呢 这个转移目标 攻击你的阵敌 台湾的政治 已经真的是走到病入膏肓 在这边呼吁 大家真的要去思考 怎么样去改革 我们台湾的选举制度 政治文化 媒体生态 也许我又是一个 这个狗肺火车的 的这个呼吁 可是呢 真的 要面对这个问题 以上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